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群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是羅伯特的解放關卡 那他在下禮拜五11月2號的時候就會開放這個煉獄級關卡 不知道為什麼官方最近都一直把一些舊的卡片做成煉獄級來 讓他們變更強這樣子 然後這邊是他的關卡資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羅伯特解放之後有什麼不一樣的 那首先看到的是他的隊伍技能 隊伍技能的話轉換為隊長屬性這個是原本就有的 那多的東西就是暈眩敵方全體跟魔族成員攻擊力加500點 這個是增加的一些功能 那他的發動條件的話也就是要用相同屬性的 七星狂魔系列的召喚獸當隊長級戰友 那裡面放進去這個解放之後的羅伯特之後呢 然後第一個效果就是羅伯特就會轉為隊長屬性 也就是雙水狂的話他原本就是水屬性 那如果雙火狂的話羅伯特就會變成火屬性 雙木狂的話就會變木屬性這樣子 那隊伍中有魔族成員攻擊時 角色頭像攻擊力大於800萬 會有一個一回合的控場效果 那這邊注意到的就是每層最多只會觸發一次 但是基本上他是內建的一個控場 然後頭像攻擊力大於800萬的話這個應該是不算克屬 因為通常克屬之後要打在怪物身上 那個攻擊力才會再乘以1.5倍 也就是不算克屬的話 單張角色攻擊力800萬的話 就可以暈眩對方全體 的字面上看起來應該是這個意思 另外呢模組攻擊力提升500點 也就是模組平均攻擊力也都大概2500左右啦 那提升500點就算是一點點的增傷這樣子 我覺得算蠻強的 然後再來的話 之下的技能 因為之前的 解放前的羅伯特技能就是CD太久了 雖然是有一個3倍的增傷 但是CD有12 所以非常不是很好用 那解放之後羅伯特呢 他CD就變成8 那一回合內消除3種符石 全隊攻擊力3倍 那符石的話也包括新符石 那這個跟原本的是一樣的 那之下的CD從12變成8 原本就是8了 那再來的話下回合 多一個東西就是下回合 隨機將3個 模組成員 直行的符石轉化為 模組強化符石 那一個種族的強化符石 他的增傷是非常高的 雖然不是整版 但是有3個模組的話 基本上就是隊長跟隊友 加上羅伯特這樣子就是一定會有3排 會變成模組強化符石 所以算是一個跨回合的一個增傷 那這邊的話看到他跟狂魔隊長的組合技能 除了有這個3倍攻擊 還有下回合轉3排這個 模組強化符石以外呢 還有技能發動回合 擊力敵人數量總和 將轉化為效果持續回合 那也就是說你一直擊殺怪物的話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一直 這個這個這個增傷就會一直持續在左上角 那這個跟之前是一樣的 那我是覺得這個卡的話 對模組來說是非常實用的 所以非常大家 建議大家有玩狂魔隊的話 一定要去刷一下這張卡 那主要是我覺得他這個 暈眩這個 內建的隊伍技能 蠻OP的 也就是說你爆發完 如果沒有打死敵人的話呢 你還有一回合的控場效果 那如果敵人沒有無視控制的話 基本上你就是算是比較安全一點 不會不會說沒有打死敵人 然後這回合你就死了 就是還有一個暈眩的效果 所以非常建議大家一定要刷到這張卡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大家有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個訂閱 又下一個幫我按個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